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处否析打开视野 今天晚上配合美国大选开票 我们今天是做直播 所以现在到了晚上的十点钟了 再次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选举人票到目前为止的数字 拜登238 川普213 这数字川普213 拜登238 已经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不过在几个摇摆州上面领先 这个就有非常大的拉锯了 本来几个摇摆州都是由川普领先 但到了晚上七八九点开始出现拜登追上 所以到时候最后开出来会是谁单白宫的新主人呢 现在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如果你从刚才一路开始看我们节目的话 我们现在到了第二个小时的阶段 锁定的就是在选后美国对外的关系 包括了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日本跟台湾这些面向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再次为您介绍我们今天其他加入的四位来宾 包括了前立委郭正亮 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两个地区的主席Ross Feinkel 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黄奎博 大家好 以及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施板明夫 大家好 我要特别说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施板明夫局长 你现在是驻台北 但之前是驻北京 对 在北京住了十年 十年 所以你讲话都会有一点卷舌 OK 好 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 不管是台美或者是中美 都藉由你在之前驻北京 超过十年的时间观察 包括了中日之间的关系 那些变化 好 我们先请教四位来宾 因为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还没有办法非常确定 到底是谁 会是下一届的美国白宫的新主人 有可能是要到礼拜五之后 宾州开完票才能够确定 好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先看一份在白宫选前一天 公布了一个对中政策的报告全集 里面主要是把过去四年川普执政 重要的美国官员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大陆 曾经发出过的一些言行的文稿 做了一个会整 然后对外做公布 接下来说 美国要保护跟盟邦之间 免受中国大陆的侵害 不再对于大陆的行为视而不见 先请教教黄老师 因为美国选举到了最后一段时间 做民调的时候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议题 关心程度远不及 薪资 疫情 经济 这些议题 但是白宫选在前一天 公布这个过去四年 对于中方的政策 发言 谈话 文稿 你认为是回顾成绩 还是预告 川普如果连任的话 第二任对中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发布的时机 其实有点奇怪 因为在选前的前一天 到底谁会注意这一份文件 没错 但是 这个实在是太妙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刚主持人也提到 是不是一份这个毕业的成绩单 或什么的 你如果是成绩单回顾的话 我们以前在学校毕业的时候 都会有个毕业典礼 有毕业作品展 你是有观众的 对 但如果这是个毕业典礼 观众焦点不在这一块 你摆出来作品没人看 对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 或是由你注意到 媒体都有登出来 中央社登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 真的就是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在这一天 发布这一份文件 但是我觉得这份文件 传递的讯息 还是很清楚 就是川普总统 他很坚定的 要执行他的中国政策 也就是不对中国妥协 等等等等 其实就是川普 他的司法部长 CIA的局长 或国务卿等等 或国家安全顾问 他们一系列的讲话 其实说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会在这时候 这样讲 我想时间点 我们现在无法讨论出 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份 或许可以让我们秀到 就是说川普他没有说 因为我在选举了 我就放松了 对中国大陆的一些压制 或者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警惕 但是我个人不会觉得 他是为了选举而公布的 因为选前一天公布者 基本上没有人会看到 不是为了选举的话 就是他一个态度的展现 那可能对于说 他接下来连任的话 那对于中方的态度 一个展现可能是高一点 但是我们只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到底川普说 好你可以再选前一天公布 还是根本就是白宫的国安会 他们赶赶赶赶赶到 选前一天 差不多这个编辑完了 然后他们就公布了 时间那么好 刚刚好 对 所以不知道了 四位都有圈叉牌 我们先 因为这一小时 我们要先锁定就是 中美在选后这些关系的变化了 有人 有两派说法 一 川普既然在选前一天 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代表说我接下来 如果还是我当家 我就是要对中国大陆 不会所有的行动视而不见 我一定会有作为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川普毕竟是商人 商人的话 川普集团利益 可能会大于 在他心目当中 会大于美国国家利益 所以他第二任 可能会有些布局 接下来家族的财产 生意 可能会想要私底下 跟北京修好关系 也有可能 这两派说法 我先请到四位来宾 如果 前提是如果 如果是川普当家 对于中国大陆 发动的贸易战 科技战全面的围堵 你认为他第二任 会不会更加激烈 帮我们举个圈章 会不会更加激烈 我们出现分歧了 不会 会 不会 我们先问 同样身为共和党的 罗斯你认为会 会 因为他们已经两年 都采用所谓 英文叫做 All of Government Approach 是全面政府的对抗中国 所以你刚刚提到不同 部会 什么 不管是商务部 国务卿 联邦调查局 国安会 中央情报局等等 各个政府单位 都有他们的 对抗中国的政势 而且都是在不同的领域 不管是贸易方面 南海 台海 贸易 中国随着到美国去念书 有没有违反签证的规定等等 怎么可能在一下子 我所谓一下 就是在短短的期间之内 一个月 几个月 甚至半年之内 或者第二年期开始之后 怎么可能在半年之内 或短期之内 会把这么多政事 这么多动作 暖和 甚至stop去消掉 我真的觉得是不可能 而且不管谁入格 我说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不管谁入格 我说在 不管是国防部长 国务卿等 因为会换人 大部分的人都会换 这个就是历史以来 第二个任期 大部分的人都会换 不管是谁 他们都会有一样的想法 我说对中国的想法 不可能川普会去找 对中国有比较nice的一个想法 或要暖和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他提名谁 还是要通过 参议员 参议员不会同意 对中国太nice的格言 不可能 Russ是说不可能 但川普随时转弯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说不可以卖金片给中国大陆 结果马上隔一个两个礼拜 就有一个宽松限制令 给不同的公司私立下去 让他们可以继续去卖 这个也是很快 短时间之内就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看整体的政策 整体的什么样的晶片 不能卖的话 当然是有给一些exception 给一些许可 发许可给一些美国的公司 但是那是整个出口金额 或整个晶片的产品的小部分而已 支撑长你的看法不一样 你觉得川普第二任会稍微缓和一些 他是说更严重 你是说更严重 所以你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吗 我跟他的角度不太一样 请说 因为川普他在这几年来 第一任期是布局 比如他的产业链的重新调整 比如他的印太小北约的想法 比如说他要在疫情要告中国 让中国索赔的问题 比如说他要跟台湾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比如他在南海问题 他要清除中国霸展南海的地方 他第一期只是提供一个想法 然后再开始布局 而且即使在选举期间中 比如说蓬佩奥国卫星来了两次亚洲 那么很明显 亚洲接到美国的指示 日本也动起来了 亚洲各国都动起来了 现在美国自己做回去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 像亚太小北约这个事情等等的话 是需要一个长远计划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一定会挑起 就是想定成中国全面对立的 这么一个方法 他自己如果说 他是这个跟选举是基本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大家总很简单说 为了选举而打中国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简单的话 他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他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让美国再兴的伟大的总统 但是在1月份之前 川普对于习近平的谈话 对于中国大陆的谈话 在疫情爆发之前 他依旧称习近平是他的好兄弟 虽然说有打贸易战 但他的态度还是OK的 所以刚刚所有的布局 刚刚正局长讲的是 比较后面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变化 我们看中国和美国的对立 它是一层层升上来的 2018年初先是贸易战争 然后第二季升上到华为的高科技之争 然后在美国开始抓中国千人计划 中国的间谍 然后再生长到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 然后最后再往上 一步一步是升上 升上大的台积升上来的 而并不是怎么说呢 从表面上的对立 变成一个趋势性的对立 最后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对立 一旦形成结构性的对立 是很难调整的 已经变成结构性的 就是骨干都有了 不是你一个个人意识想要回去就可以回去的 因为局部了这么久 但过于你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这个都叫主观意图了 那你的国家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因为比如说今年就超发货币三兆 那现在2.2兆这个刺激预算又要过 所以明年美国经济会好到哪里 我真的要打个问号了 那接下来就比如说好你说香港吧 香港有四个人要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中间有一个是美国企业 结果美国大使馆还不接受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要具体看他做了什么事 那比如说川普就从来没有放弃过 首阶段的贸易协议跟中国 就1月16号前一年 他一依就是要求他完成采购 你要兑现嘛 然后兑现大概到10月的时候兑现了71% 那连美国的贸易代表这个莱特海泽 然后农业部长都出来说这个非常好啊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所以我基本上是认为科技战的部分 比较不会动嘛 比如说5G啦 和一些敏感科技 这个部分比较不会动 可是你说军事你还能够到哪边去 比如说我说南海好了 你敢炸岛吗 那个人造岛礁你敢去炸吗 那我的意思说你还能够再怎样 军事就是在盟友之间的联合再更加很紧密 联合当然有啦 比如说日本啊 印度可能肯定会有演习嘛 比如说历劍演习 那明年日本也会有更大规模的演习 这个一定有 可是你说要形成北约啊 北约是安全互助耶 安全互助算如果你发生战争 我们是要联防的 那我刚问了那主观意图呢 川普自己本身的 主观意图是这样嘛 可是这个 这个叫嘴巴强硬啦 身体诚实啦 川普会是这样做 你就到时候看他的国家能量 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嘛 还有菅义伟 他所安排的日本的局势是什么 他还要跟中国谈RCEP 还要谈中日韩的FTA 你能够变成跟 苏联这样的冷战对抗吗 这两个太明显矛盾了吧 怎么可能这样做外交 前海协会的会长说日本在为美国做看守 认为接下来美国呢 是 他是希望说能够回到这个CPTDP的一个组织当中 王老师你认为如果是川普第二任连任 跟拜登如果当家的话 在对于对中这一块 之前讨论过一些 他们围堵的话是会不太一样 但你觉得如果是川普的话 有什么特别值得做关注的 而且你刚认为他连任会稍微缓和 跟第一任比较起来 我们先谈川普好了 如果川普连任的话 我刚刚跟郭委员看法比较接近 科技战继续嘛 因为这是美国 川普他上任的时候我觉得 虽然说整个的大环境在这三年左右 变得非常的诡诀 可是呢 要把它慢慢的缓回来 不是不可能的 我常举个例子 就是川普 但他有主观的意图想要把它缓回来吗 你觉得会吗 没有 目前因为他没有心在管这些事 但是我刚刚我常举个例子 就是川普跟金正恩 之前各位还记得话 金正恩骂川普是糟老头 然后川普骂金正恩是小火箭人 骂了半天 结果半年之内突然一下 准备要见面了 其实就是领导人他主观的意志 当他发挥的时候 他可以去扭转一些外在 对于这个事情的观感 不一定马上就可以把风向带走 但是领导人他只要说 我觉得他已经对我们百依百顺了 那你就这三四年 你观察川普的言行 你认为他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目前我们必须要拿选举连任一刀切 就他在争取连任的时候 对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强硬 而且从像刚刚这个局长讲的 各方面的一步一步慢慢做上来 可是我要问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因为厌恶共产主义吗 我觉得 他跟蓬佩奥都是 口头上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还是为了选举 不管是2018美国的其中选举 或者2020川普自己的选举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有可能性是对的 好那选举这因素2020已经不见了 那2022 好了我们假设川普还是很负责的 要让这个所谓的班中情绪 其中选举 对对对对 但是2024就 川普就没他的事了嘛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么持续的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的话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设说 川普的第二任还是会很强硬的 对中国大陆的 而且一般讲第二任 2022之后就搏脚了 是 前面如果为了选举 那现在选上了 没有连任压力 会不会为了一些生意呢 这个其实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们回来来聊 在选后 选前台湾是已经被推到最前线了 选后台美之间 跟两岸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的变化 回来继续聊 一如预期在选前最后一刻 川普政府三波对台军售 最后一波也卖给台湾了 这是死神无人机 画面上你看到这一架 你或许有点眼熟 因为在Cheria Solomani 就是第二号人物被干掉的时候 就是被这个死神无人机精准锁定 国防部已经证实了这个军售 我想要请教一下Ross 因为在选前 川普把台湾推到最前面 成为川普打中的第一线 卖武器也非常的爽快 那这一次又卖了这个死神无人机 因为这个有侦察功能 也可以挂弹进行攻击 我想请问你 在选后 如果还是川普当家的话 会继续把台湾推到前面吗 像前段时间的操作方式吗 我觉得它会有国会的压力 国会的压力 对 要继续对台湾 使出很多很好的 不管是讯息 比如说美国官方的新闻稿 网站等等 都要给台湾一个正常国家的待遇 那具体的动作也会有 像军售 只要台湾愿意拨预算 美国就会愿意卖 美国就会卖 对 但是美国愿意卖 我们就得拨预算 这不一样的 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只要台湾提我们 我们有这个意愿买武器 我们也愿意拨预算 那川普如果他有第二任期的话 一定会同意 不会因为他想 像我们刚刚有讨论 会不会在第二任期 对中国有和好和和的想法 我觉得在卖武器 注射给台湾 会继续做下去 这个是一点 所以我是说 台湾只要提供他的意愿 有预算 愿意买 美国就会同意的 那另外我们常常在台湾 讨论到美国跟台湾的 政府高层的互动 美国会派什么人来台湾 当然今年有比较高 高层有两次 而且都是将近选举的期间 对不对 在8月9月份 我想这个会继续有 会继续有 一定一定的 那下次 三级还会更高吗 会 再高上去就是 住青 上次次青 再住青 再父青 国防部长 或贸易代表署长 都有可能 因为如果下次派 现在有一点类似 卫生部长 像教育部长 就没有旌旗了 完全没有 所以你认为 美国角度会继续 如果如果 这个继续是因为来自于 国会的压力 一定能 还有他各样 所以我刚刚讲 他要看他的幕僚团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 第二个任期的话 他国外幕僚团 一定是有很多 停台湾的幕僚会 会进去白光 拜登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 他的亚太事务的幕僚团 大部分都是在欧巴马 执政的时候 也是在白光 国防部 国务卿 所以你问我说 他们会不会同意军事 或这个互访的 这些高层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问号 他们比较注重 北京到时候反弹的时候 会有些举措 他们会回到传统的 美国对台的政策 是 好 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因为你的观点 就是跳脱了 台湾人的一些思维 台湾人这一次你也知道 之前选前有民调 亚太地区的国家 挺川普挺拜登 有做这个民调吗 结果台湾是 就是亚太地区 最支持川普的 应该就是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感受就是 因为两岸之间的对抗 川普因为打中 又卖我们母气 认为说 比较站在台湾这一边 但我想从你身为 住北京超过十年 然后也在台湾住过 当然有另外一个声音认为 川普为了选战 把台湾当成是 美国的马前足 就是帮美国 在第一线去挡子弹 你怎么看 如果是川普连任 或者是拜登连任 台湾角色 会怎么样被美国操作 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把台湾当作马前足 这个想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都这么想 那美国让台湾做什么 美国难道让台湾去打中国吗 从来美国没有说过 美国的最大利益是维持台湾海峡的安定 只要台湾海峡安定 不被中国侵吞的话 就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我想这更符合台湾 所有台湾人的利益 那么所以说台湾总觉得被美国利用 我觉得这个逻辑好 这个是一种说法 我都有说法 因为刚才两个说法 有人说是美国保护台湾 没有这样 对 那么我想什么 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挺台湾呢 因为美国川普政权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美国过去采取的对中国政策是 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开放和中国加深交流 慢慢地使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 这是美国从尼克松以来一直对中国政策 但是川普政权发现这个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经济成长起来了 它根本没有民主化的迹象 而且它不停地膨胀 要向世界称霸 变成美国的一个挑战者 那么对美国来说 就是说台湾 美国要保护台湾 因为台湾的安全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说如果2008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美国在别处 在冲绳 在韩国就可以护住台湾 因为中国还很小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到了美国三分之二 这样美国保护台湾已经很吃力了 如果这样放任中国再发展十年下去的话 当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一样大的时候 美国要做就保护中国 就可能保护台湾来不及了 所以说现在美国拼命地给台湾受武器 让台湾自己强大起来 甚至美国想如果有可能在台湾驻军 其实是为了保护台湾 保护台湾当然说也不单纯 也是为了美国利益 当然也是为了台湾的利益 在选前 蔡英文是开了一个国安会议 对 被外面也有解读到是有意识到 可能白宫会换人的一个风险存在 所以就召开了一个国安会议 请教一下黄老师 因为这个国安会议被外界解读 有某一种程度 也对于拜登阵营 释出比较正向 因为之前的蔡英文政府被外面都认为 虽然他们不承认 但是外面一直觉得说 押保川普的成分居多一点 那这个国安会议召开之后 依是释放对拜登阵营一个讯号 是正向的讯号之外 也体现出两岸局势 国安高层的一个担忧了 那你觉得在选后 现在还是有点混沌不明 不管是川普或拜登谁当家 你怎么看两岸的局势 在选后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国安会 临时的国安会的召开 其实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他里面提到就是说 面对全新的环境 还有可能的挑战 所以我一直在琢磨就是 到底什么叫做全新的环境 难道民进党认为川普不怕了吗 不然为什么 什么叫全新呢 美中台只有美国是新 蔡英文还有两年 两年多 北京是不会变 那全新是哪里 所以我也觉得说 但这样的话 共和党如果真的看到这讯息 不是很不高兴吗 所以主持人刚刚讲说 民主党是不是 民进党政府呢 我们给他放一个善意 表示说我没有真的 只有押在共和党这边 但我觉得这个国安会 他的讯息重点 其实并不在一个全新的环境 说不定我是觉得 因为太敢了 他们在写这个会议结论的时候 帮蔡英文写稿的时候 不小心就写了一个 让人家有这个不必要的遐想的一种 这种这种语句 你读太细了 国安哪来那么多的遐想 真的 国安的文件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读 所以现在透露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这个 在这个后面的电视墙上看到的 两个部长他们的说法 其实各位或许忽略掉了 里面还要求警政署 他们的主官不能够离开自己管辖的这个县市 再来呢要去宣导防空避难的教育 是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从小到大 从我有意识开始 美国选总统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 为什么现在变这么紧张 当然中共不放弃无力犯还是个原因 但是到底台湾做了什么事 让中共对台湾变得更凶狠 这个我们都讨论过很多了 绝对是台湾这边有做了一些改变 让中共觉得过去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政治对话基础 现在就不用政治对话了 因为你也不跟我找基础 那我只好用武力来威胁你 不管怎么讲都是不信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个临时国安会议透露的讯息 就是说民进党政府第一个 他意识到他跟美国的打交道不能够押得一边了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还是在告诉民众 两岸关系非常的危险 那这种所谓的这个 用恐惧去统治的这个招数 在古今中外屡试不爽 回过了 这个我一定要回忆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局长的意见 我是同意局长刚刚的讲法 坦白讲美国要提升跟台湾的那个官阶的交流 那比如说你卫生部长来他就越中线了 我哪里有去得罪你北京 他就认为你们提高官阶交流就是越中线 那你也知道国务吃青来那就是群姬 就是准动武模式 不你还要去想 他就是为了让逼你去越个中线 他就派到部长级的官员来访问你 那你有这个动静 不可是我问你嘛 然后去回应他的选举 你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美国愿意提升跟你官阶交流 你可能拒绝吗 我们当然是乐见嘛 那我乐见他来访问 那结果他就做出这样的动作 那我们再倒过来 刚刚那个魁伯兄讲到 说台湾怎么好像很紧张啊 大陆也有几个城市 说怎么要备粮啊 也是有这种通知啊 还有你看他做了多少演习 坦白讲他的解放军比我们还忙 从渤海 东海到南海 一直都在军演嘛 那你说他这么多动作 如果离台湾联动 当然那个气氛就是如此 我觉得有一点可以拿出来 特别讨论一下 特别要问一下国委员 就是我们的国安的 这些高层人士的判断 2016年蔡英文被认为 压希拉蕊比较多 其实这不显示 日本也是压希拉蕊 对 为什么说压希拉蕊 我们当时节目也提过 因为去访问希拉蕊团队的民进党的层级 跟拜访川普的层级 关节不太一样 希拉蕊的关节比较高 所以当时认为说 抛面也抛错对象 这一次呢 本来一向被认为 蔡英文是跟川普 因为又有电话热线 又卖军售给我们 是比较压川普的 但是在选前 突然开了一个国安会议 因为华游有一个报导 华游还有一个报导说 就职典礼的时候 民主党共和党议员都有祝贺 就贵党把民主党的影片修短了 外交部的官员 不是本党 外交部的官员修短了一点点 所以就 后来就赶快去说明 我们没有什么修短 也就是在美国选前呢 释放出来比较多 对于拜登阵营 说我们其实是中立的 有这种感觉吗 那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话 就代表说 可是到了最后 又没有停到底 不是这样啦 其实这次选举 美国很多主流媒体都已经介入了 那华游跟民主党关系是非常好 这大家都知道 那华游会用这样的篇幅来谴责 台湾政府做了某些事 那就是要逼你回应嘛 那我们当然要回应 那我们回应也是回应华游 也是回应民主党 这句话我说一句 就是外交当然要押保啦 就押不跟进赌场一样 你不押保怎么能赢钱呢 对不对 押错了怎么 押错再押就可以啊 押错再押就行了 对啊 外交就这样 你如果不押保的话 你永远什么也做不了啊 郭局长 我们没有日本那么强 那你觉得台湾押有没有判断失准 那再押就可以了 再押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押的话 你什么也做不了啊 你永远在观望啊 外交就要押保啊 好 那你去 可是新加坡的做法 就跟台湾又不太一样了 新加坡的做法 基本上他 他在选前 不会像蔡政府 那么明显的押 新加坡是押在中国 好 其实我跟你讲 军售增加这么多 其实是我们长年就在申请 那就是川普在这一年来 就是通通都准了嘛 所以你就会好像都集中在今年 事实上已经申请很多 已经很久了 选后会不会是两岸 稍微缓和的一个契机啦 等一下回来特别聊 因为还包括了 对岸要办这个 马锡惠五周年的 纪念学术研讨会 也是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对于台湾相对 比较有善意的一个讯号 等一下请教 黄老师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一点 我还继续聊 关于美国大选 刚才有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密歇根州 拜登刚才逆转了 那16张的选举人票的密歇根州 现在开出了94%的选票 那拜登逆转之后 现在各家的票数不一 不过应该是 反过来领先川普超过1000票以上 还剩6%还没开完 那这6%相信都是 通讯的邮寄投票比较多 普遍认为是支持 拜登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 也就是说拜登拿下 密歇根州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 如果这16张再加上去的话 搞不好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提纲 主持人也很困扰 因为本来都假设是 川普连任第二任 现在可能又要变成 拜登可能又要逆转胜 再安排一场啊 再安排 没有 就变成我们礼拜六 再讨论一次 对 我们这个 我们也就是 I feel better for 严正森老师 他还不用现在提早就会休 还是有可能会随时会改变 那因为这冰州还要再两三天 所以我们节目也没有讲错了 就是这个选举 不会在选举当天晚上就会有结果 可能真的到这个周末 又开始出现不一样的状况 不过刚才进广告之前 我们聊到的是 蔡政府在选前开的这场 临时的国安会议 看着Ross的眼里 刚进广告的时候 你也觉得怪怪的是吗 你台湾活在中国 天天威胁之下 加上你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美国要选总统 而且我们都知道 台湾不光是台湾政府 媒体老师们 我们都怀疑 拜登对台湾的政治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继续维持 川普团队对台的政治 那从外 因为我外国人 从外面来看 为什么没有早就安排一个国安会议 你觉得太临时了 看起来是很临时 而且好像他们的东西是 因为某一些媒体外媒有访问 台湾某一个基金会 然后这个基金会的高层 有讲出来他们对拜登的一些疑问 那因为这么多 后面有这么多事情 而开国安会 这个你们台湾人会觉得安心吗 那就变成是这样子 如果是Russ的疑点就是 一天到晚面对解放军的一些威胁跟压力 这可能蔡政府就认为说 This is normal 这是很正常 不用开国安会议 然后你说到有些媒体 采访了一些基金会之后 开始舆论上媒体报道上 出现了一个拜登 可能会让白宫变天的一个假定之后 开了这个国安会 我请教一下 日本的国安的情资搜集 跟台湾都不一样吗 其实我对这个国安会 我也非常不满 你也不满 就是我觉得 两位外国朋友都比较觉得 台湾的外交部 太注视媒体写的东西了 我在台湾半年已经我写了两篇文章 被外交部澄清抗议 而且都写了未来的事情 他说不是事实 我写未来会这么发展 所以说台湾的外交部 政府太注意媒体 就是这一次就是说 重视语情 重视语情 那么记者压力很大好不好 每一个记者的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那么就是同样的记者 不同的时期采访不同的对象 观点也可能不一样 政府应该自然泰然自若 应该媒体随着政府起舞 而不是政府随着媒体起舞 你觉得现在是后者 对 所以说如果说 你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台湾新闻台这么多了吧 对 每一个媒体报道一个东西 你政府都反应的话 下次你政府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就证明政府默认了嘛 那要政府就太忙了 没时间做外交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 而且国安会我认为是 中国宣布没有海峡中线的时候 就该马上开 这是真正国安危机 而不是一个媒体报道之后再开 我觉得实际不太对 所以局长现在其实写文章 也挺有压力的 还好 都知道你的文章 会变成每日城堡的舆情 给高层看 他们会马上抗议澄清 然后我们公司会调查 然后我就没有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很无聊的 好 那我再问一个讯息 这个 这个媒体上会不会发酵 还不确定 因为 毕竟 国民党在两岸事务 已经被边缘化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请教一下黄老师您的看法 大陆方面要办马席会 在6号 那马19基金会呢 不是办马席会的纪念学术研讨会 五周年 那马19基金会在7号要同样要办一个研讨会 这是否可被解读为是北京对台湾的一个善意 虽然不是直接对民进党政府 对的对象 依旧是当年的马席会 你怎么看 是一个缓和的机会 首先我先要讲一下 就是国民党在两岸的角色本来就应该比较小 因为他不执政嘛 像我们希望两岸的绿色通道也没办法 执政权不在我们手上 然后两岸很多的沟通 现在因为疫情我们也去不了 所以其实 而且如果各位要想 如果到现在的状况 国民党可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请问国共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这样想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大家该争取就争取 该捍卫就捍卫 那特别是国民党不执政 其实我觉得那个所谓的边缘化 那只是在野的时候本来就会呈现的状况 但是我要讲这个马席会 这个我觉得 如果我们看后面这标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中共向台湾喊话 或向台湾人民喊话 中共不是向绿营喊话 马席会不管几周年 绿营是不会管的 其实中共是想要借着这个东西 再把马席会拿出来 第一个当然强调两岸之所以可以和平协商 过去是有它一定的基础的 那再来就是说马席会呢 他的这个办理 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可以借这个机会 来重申自己所谓的九二共识 或者两岸的一中原则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他借这个场合 再一次重申他的政治的诉求 我觉得他是有这些的目的 那在台湾这边来讲 因为我做过马席会的这个随团的顾问 所以我那时候也去了新加坡 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 两岸可以平等尊严 共同去做下来 谈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场合 更不用讲说马席会之后 我们看到两岸 包括过去一些情报人员的这个释放 还有两岸的一些学生的交流等等 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进步 但是我们这边呢 其实马席会没有跟中国大陆谈好说 你先办我后办什么的 因为这个我也是马英九 就这么巧 对我也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董事 但是我并没有听说到 这基金会先去跟大陆有什么的协商 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到 马席会其实他的发生日 其实是11月7号 所以他办都没有跟你打招呼 一个6号办一个7号办 然后完全不知道 大陆都没有跟你打招呼 至少就我了解 我是没有听到啦 但是马席会他发生是11月7号嘛 所以在7号的前后是很合理的 那不要忘记了 这马总统做事情比较认真 7号是星期六 应该是吧 他现在不能去大陆 对所以7号他可以开会 但是大陆呢 自己的基金会台北办的基金会 其实这个基金 这是马英九基金会 跟文化大学 赵建民赵院长那边一起合办的 那大陆那边办在星期五也很合理 因为就我大陆一些朋友以前告诉我 开会最好不要开到周末啦 因为周末有大家自己的生活 所以11月6号马席会前一天开 其实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而且本来就是在这11月7号的前后 开马席会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想太多说 好像国共讲好一起开 因为这一个其实不是国民党开的会 是马英九基金会 跟文化大学合作的会 如果是一个契机 但是刚刚黄老师认为 蔡政府也完全不会去理这个 马席会纪念的相关活动了 民进党不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对方 蔡总统 蔡总统立场是很清楚的 她说两岸领导人不设前提见面 做对话是乐见的嘛 那当然她就是设了一个九月共识嘛 一个中国嘛 其实倒是这个问题要问江启臣啊 就是说国民党主席 目前对马席会是怎么样的看法 这个才耐人寻味 我当年的新加坡采访 但是我觉得马席 我现在也觉得马席会 根本没有什么可纪念的 因为建完之后 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那么我觉得马席会的时候 如果马席会想更正改善两岸关系 应该他上任之后就去做嘛 他基本上有几年的任期 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 他把马席会当成自己一个毕业旅行 然后给北京一个很错误的信息 北京掌握了台湾的民意 以为马英九传达出来是台湾的民意嘛 结果他因为一上台之后 两岸关系变成非常僵化了 我直接问社长 你觉得马席会举办这几天 共机会不会继续来台湾 我觉得没有 应该没有关系 马席会他根本不是纪念台湾 而是中国在纪念马席会上的习近平的讲话 来重温习近平的讲话 其实马英九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至于刚刚讲那个 其实我觉得在政治上不太可行啦 怎么会说马席会想办就要办就早点办 两岸这种东西要慢慢的去协商 去把气氛搞出来才能去 如果两岸可以做事这么快的话 我觉得两边的过去这几十年的障碍怎么可能 一定所以我觉得不会那么快 然后马席会 我们不要说马席会之后 然后台湾的这个政治怎么就乱了 因为当时本来就已经是国民党在强弩之魔 已经接近选举时了 所以一定会乱 有些事情就要有些氛围的酝酿 所以才能够成事 我们待会就关注日本 因为今天局长来这边 我们就特别要请教 在选后日本跟美国跟大陆的关系了 有些氛围要酝酿没有错 明年日本还是要办冬季奥运 也要办规模非常大的一个路面上的军演 针对中国大陆 但同时也希望能够邀请习近平去日本访问 这几个事情凑在一块 你怎么军应要那个氛围跟前后的节奏 我们回来聊 我有奥运 选后的日本 他怎么去看待 接下来跟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 在选举中的时间 我们知道 美日加的利剑军演 持续到6号才结束 这一次日本是动员大概3万7的军力 明年有个更大的 明年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根据报导 数字部分局长帮我们做个补充 因为光自卫队要出动14万人大规模的军演 在2021年 日本自卫队现在总人数多少 20万多一点 应该有点大 20万总兵力要出动14万人次 那个非常大的动员 如果这数字是正确的话 模拟的对象就是解放军 武力攻台 或者是侵扰钓鱼台 日方的做了一个相对的因应 距离这么大一个规模的军演 要追溯到大概是30多年前了 那我们知道明年2021年 对于日本来讲几件大事 奥运明年7月要继续办 也希望习近平在三四月的时候 访问日本能够成行 又要办这个这么大的军演 又针对中国大陆 你要人家领导人过来 然后我针对军演 还是要对你中国大陆 你这怎么能够做得到 你这一下是军演要对你 然后又要跟你签FTA 那我希望你领导过来 这个都是互相冲突的 首先是习近平访日问题 这是安倍首相在2018年的时候 正式邀请过习近平 其实菅义委并不是很情愿 就是说他当然说 这个还是在美国川普政权的前提下 美国川普在全面围剿中国的情况之下 你和中国领导人眉来眼去 作为国兵要欢迎他的话 毕竟作为日本关系还不是很情愿 其实安倍邀请习近平的时候 还没有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发生之后 其实安倍也反悔了 后来正好有疫情 就疫情往后推 所以说菅义委就任之后 给习近平打电话的时候 习近平非常期待 他能再次邀请一次 那个菅义委就忍住了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 但是这也没有取消 所以习近平的访日能不能成行 不好说 那么奥运会也是 就是疫情怎么样也不好说 所以日本的明年充满不确定性 明年的 应该想说 2020 曾经一度是安倍心中 日本要重回荣耀的一年 对 然后2021 这一年变成菅义委的 不好说的一年 对 但是关于军演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说 其实日本这么多年 就是美军很不情愿的就是说 住在帮保护日本 付个很大义务 而且美国现在日本付的钱很少 这样的话 美国总希望日本能够提升自己一下 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能做 那日本其实也想改变宪法 日本也想自己呢 重新的在这个国防上 能够有自己的一定的自由 那这个时候 其实呢 美国的希望和日本自己的希望 配在一起的时候呢 日本虽然修改宪法非常困难 但是说安倍首相的时候 通过了这个安保法案 在各方面呢 日本在市场 就是如果说美国要打造这个 印太小北约的时候呢 日本虽然不能冲到最前线 至少可以在美国后面提着包 帮美国刨刨腿 做这方面的 菅义伟这部分是有猴住 他没有完全 就是到安倍的外交上面 百分之百收下来 菅义伟他更重要 他菅义伟上台以后呢 因为他现在自民党任期呢 他是接安倍剩下的任期 只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他这一年呢 最重要的两个事情 一个是疫情控制住 一个是把经济做起来 所以在安保的时候 他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呢 他把安倍的弟弟 安信夫 任命为防卫大臣 就说安全保障的事 你们兄弟俩商量就好了 就不用问我 其实呢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安信夫呢 其实在安保上 是体现了很鹰派的性格 和他哥哥一样嘛 那所以说 基本上这个安保问题 是菅义伟首相 他不是很积极主动的 但是是安倍画下来的图 他会地图 他会继续前进 是这么一个关系 明年就是不好说了 明年很多事情都不好说 都不好说了 但是方向也没什么改变的空间 没什么改变的空间 但是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呢 就是说 其实呢 日本也是想 就是美国嘛 不是按这个 供应链重组问题嘛 美国也给日本压力 让日本从中国撤出来 跟中国脱钩 但是说日本呢 其实呢 日本在中国有很多企业 特别是汽车企业 是很赚钱的 所以说 菅义伟也并不是 这事也不是很积极 马上再给我看一下 给大家差不多一个 最新的美选的数字 来看一下那个 刚才 拜登领先在几个摇摆州 威斯康星跟密西根 都已经翻盘了 威斯康星都领先了0.7% 密西根领先0.2% 拜登回来了 所以这个 礼拜六 我们继续好好聊了 这个到底 学后的状况 不过对于这个 日本 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菅义伟在 10月26号 国会演说的时候 提到中日关系是极为重要 然后也跟习近平通了电话 但是在11月2号 隔一个礼拜之后 中国大陆驻日本的大使呢 就说 中日当前 互信不足 互信不足 在哪边不足 我以为您的看法 不 刚刚那个局长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发现香港事件之后 确实美国跟中国就恶化 那日本联动 基本上政治跟军事 是很明显站在美国这一边 我觉得 那这个大趋势 政治跟军事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那我只是说 会不会有北约这样的一种 亚洲北约的建构 把它常态化 组织化 这个难度比较高 可是 军事上的合作 还包括部分冲绳的军队 好像要撤到关岛 日本还要新建一个岛 要容纳一些新的设备跟人员 这些都会继续进行 那些东西会继续进行 但是 日本在北京的角度当中 互信不足那一块 可是问题是 是跟美国联动的 可是中国也非常需要日本 因为美国打贸易战 打科技战 那刚好又凸显了 韩国跟日本 在经济上 对中国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 中国也很想把日本拉住了 你觉得北京口中 那个不信任日本 那一块是哪一块 我觉得 现在这个大使的发言 最重要的就是 王毅想访问日本 日本总不让他去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菅义伟上台是9月15日 上台以后王毅就想去 然后说9月份不行 10月份蓬佩奥要来 日本要四方 这个亚洲 这个印度和澳大利亚 美国都去日本 王毅想事先先去 日本说你等会再来 他就是要拉日本 对啊 他就想突破 因为跟印度已经 中国已经打起来了 跟澳大利亚现在也反目成仇 美国是这个罪魁过手 那只有跟日本是个突破口 他拉了韩国 对 拉了韩国去找日本 对对对 日本说等蓬佩奥回去以后再说 对 然后王毅10月份下旬想去 日本说我们有疫情 有什么疫情 疫情别的国家都可以来 为什么你他不可以来 而且外向当天就可以回去的 到10月份 又等美国大选 到现在王毅还去不了 所以这个 互信不足 空权疫大选非常生恼火 互信不足 来 反映在很多中国对外的 一些动作上面 对于北京来讲 是 底线思维是完全不能够让 包括领土跟主权 尤其在像钓鱼台 已经连续 海域去巡了283天 时间是创了新高的记录 请教一下华老师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 北京是怎么样观察 菅英伟接下来的一些 言行一举一动 增加信任感 我觉得从目前看起来 北京对于像钓鱼台这边 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节制 稍微 他以前几乎照三餐 但三餐夸张一点 他几乎就一个礼拜去好几天 从宫谷海峡过去 或到钓鱼台这边绕一绕 甚至进入十二海里 但现在呢 我觉得他稍微在这方面 没有那么高调的宣传 做还是有做 但是不会公开讲那么多 为什么 就是在等后面这些机会 因为不要等到像电视后面 2018年10月嘛 安倍晋三到北京的时候 你看两个人的脸 臭成那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就是菅英伟讲说 一定要在确保 最适宜的环境之下 大家再来访问 所以我想